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你很有可能连医生都当不了了 你不能冒这个险 你很担心我 有事 谁拿呢 将军 酒是我弄丢的 我陪你就行了 别在医院闹事 行吗 你在这儿闯什么枪呀 我自己惹的祸 我自己承担 小姑娘 你给真慧算好地方 多到这里来 小姑娘 将军 你会说中文 将军以前在石家庄上过军事学院 还会放眼呢 丑丫头 你知不知道 买我假酒是什么后果 假酒 不可能啊 我从来不买假酒的 有可能是你自己把酒坏了 故意说成是假酒 老子堂堂一个将军 有什么必要再赞给你 丑丫头 我们的张一会儿再算吧 喂 老子现在找的不是你 是他 不是将军 你都做过检查了呀 没有肿瘤也没有出血点 你怎么证明自己有病啊 我的咀嚼没错 证明是他的事 将军 你为什么执意认为自己生病呢 以前 我从这儿 你站在楼下 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 可现在就不行了 那也有可能是你失利退化了 或者是你年纪 总之你应该找的是你的主治医生 爱人在干嘛 我不怕死 怕的是到死 都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 Elliott没种 你呢 如果你不帮我招出我脑子里的问题 我就烧了他 销售加酒再来开呀 是重嘴 而我现在怀疑 就是他的加酒导致我的头疼 我没有卖假酒 你把墙放下 我可以给你做手术 但是你放心 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的手上吗 枪林弹雨都不怕 害怕害怕 下手术斗 当然 你要赶 动人和薯椒 也别想过去下手术了 好 一个月后我会给你手术 我 一定会找到你的敌人 好 我没找错人 你是个好医生 卫生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干嘛答应将军 医院都给他做过检查了 而且病历上写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说 你给他开炉 只是为了打下他的疑心 你该不会是因为将军刚才说 如果你不开刀 他就要帮我杀这个事吧 你不会这么笨吧 你不会这么笨吧 我买张票回国 或者我去别的国家 他拿我也没办法 顾医生 如果开炉以后 还是发现不了任何问题 你要怎么办 这个导致会被判为 是重大医疗事故的 不是 你很有可能 连医生都当不了了 你不能把这个写 苏妍 你很担心我 才没有呢 我 有没有 没有 没有